房產靠有型知識大升級 房產靠有型知識大升級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我是悠悠 2024年的房市真的好熱 現在呢1到5月的買賣轉動數已經公布啦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數據 其實它是比去年年增大概超過三成 是非常熱的一個數字 但是現在真的是買中古屋的好時機嗎? 你在買中古屋的時候有沒有一些妹妹嘎嘎要注意?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我們的專家 永慶房屋業管部的協力陳姿傑協力好 又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協力因為最近房市真的很熱 你可以幫大家簡單分析一下現在的事況嗎? 好的 我想確實今年如果有在市場上看房的消費者 應該感受到 我用今年剛剛公布的數據 就剛剛有提到1到5月的買賣移轉動數 確實全台的成長是三成 那其實這一次的房市如果是從北中南 而且從預售屋 新陳屋到中古屋 其實全部都非常的熱 我們來看區域來講 光雙北地區 今年1到5就相對去年的同期 已經成長了20幾%了 那南台灣 哇 這個更火熱 台南跟高雄都成長了將近有4成的這個幅度 所以確實反映現在整個房地產的市場 是相當的一個蓬勃 是 而且連價格也都蠻驚人的 價格也持續的 對 沒錯 但協定因為我們在買賣中古屋的時候 其實對一般消費者來說 尤其因為我可能不太會觀察 到底有什麼樣的問題 對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說 比較就是買中古屋會常見的狀況 了解 好 我講中古屋 大方向還是分成兩塊 有興趣要進場的消費者 一個就是我們常講的就是價況 價況就是針對行情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針對屋況 那價況因為現在其實已經有這個實價登入 大家只要說多用點心去做功課 大概對區域行情能夠掌握 雖然它有一點點的延遲 但可以做個參考 那另外一個可能就比較不容易看到 就是污礦的部分 那污礦大概有分成看得到跟看不到的 我們先講大類的部分 什麼是看得到 什麼是看不到 看不到的譬如說 大家常講到的所謂凶宅 或者是輻射物這種 這種就是你肉眼沒辦法去察覺的 那看得到的比較多可能是一些 避癌漏水這些屋況 或者是哪裡有一些裂痕這些 因為前一陣子地震頻傳嘛 我想這也是消費者相當關心的一個方向 所以這些是屬於看得到的 那也因為這個 許多消費者在買中古屋的部分 他可能平常沒有這麼多的經驗 所以其實在購買中古屋的時候 確實它的狀況 剛剛講狀況比較多 而且中古屋還有分屋寧 可能10年內的 20年 30年 甚至有些到50年的這種舊公寓 都有不同的狀況 那所以我想 為了讓消費者在買賣中古屋 能夠更快速的了解房屋的狀況 那我們自己 永慶在今年也推出了一個 誠實安心的認證 針對幾個很重要的 在中古屋購買的時候的注意事項 也就是針對屋況的部分 來提醒消費者 來做一個快速的一個辨識 好 那我們提到 這個誠實安心認證 我們針對了四個項目 一個是針對凶宅 還有就是輻射屋 另外就是非短期交易 另外我們也還提供了一個 不限屋寧的漏水保固 那這四件事情其實經常是在中古屋裡面 消費者其實相當注意的東西 那因為消費者平常也沒有時間 去做這些了解 所以我們幫他做了一個事前的調查 讓消費者在進行交易的時候 透過我們提供的書面的資料 就可以知道說這個房子是不是凶宅 是不是短期交易跟現況有沒有漏水 那還有就是有沒有輻射屋的這些狀況 那就可以放心的 加速他在交易裡面的一個決策 因為我覺得對於 尤其是首購啊 我買房真的很需要一些安全感 因為你要花這麼多的錢對不對 沒錯 那剛剛協理 而且還要背這麼久的貸款 沒錯 好幾十年 剛剛協理提到四個項目嘛 非短期交易 非兇宅 非輻射屋 還有不限屋齡的漏水保固 我覺得每一個都非常的重要 特別是我覺得最近社會新聞 蠻多的 對 兇宅的部分 如果我們不想要買兇 不小心買到兇宅的話 謝利我們可以注意什麼 好 如果遇到兇宅 其實就是考驗房仲 他有沒有良心誠實的告知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依照目前內政部的規定 其實兇宅要不要告知 他只有針對在前屋主的持有期間這件事情 那如果有發生兇宅 所謂兇宅就是有發生兇殺或者是自殺的這個狀況 非自然的 對 如果說有些中介他選擇的沒有講 其實消費者自己確實也不知道 我想這是一個 為了避免買方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買到兇宅 永慶在兇宅這塊我們也提供了三層的一個保護網 來協助消費者 第一個就是我們在總公司有針對這種屋況特殊 其實我們就建立一個完整的一個產權調查的一個資料庫 那只要是永慶經紀人有探尋 或者是像剛提到一些社會事件發生 我們去了解到知道在哪裡 我們就會把這個地址做一個建檔 那建檔什麼好處 就是不管時間多久經過了幾年 第一手 第一手屋主第二手第三手 我們都可以掌握到 那這樣透過這樣的一個資料庫 我們在第一時間就可以把這個資料調出來 協助消費者進行一個判斷 那第二層保障就是我們提供了非凶宅的一個認證 就是這個房子不管經過幾首的買賣 我們都能夠確保買方能夠清楚知道 這個房屋真實的一個狀況 那即使他買這個房子不是這一戶 是他的左右上下 我們也會跟消費者做一個告知 因為不是只有這一戶的人會在意 如果我家住的隔壁市 有些人可能還是會在意 甚至有些是對門 所以這一塊 那如果說我們事先知道 都會讓消費者能夠清楚的了解 那最後一層保護是 如果我們因為這整個過程當中 真的是有疏失掉了 而發生了這個是凶宅的事情 我們也提供一個凶宅的保障 那最高我們就是原價跟消費者購回 這也讓消費者在買賣的過程當中 不用自己再花這麼多時間去做這樣的調查 這是我們提供的三層針對凶宅的一個保護網 因為三層保護聽起來真的相對安心 而且針對第一層的資料庫 好想要有機會可以偷看一下喔 加入永庭就有機會 好因為確實消費者去就是需要這樣的保障措施 但是我看到整個就是安心誠實的認證當中 它有一項非輻射屋的認證 好像也是蠻多人買房的時候 比較容易忽略的問題 輻射屋因為它這種東西 它沒有辦法用肉眼去做觀察 那如果買到輻射屋對人體會有所危害 長時間因為它畢竟是輻射 其實對人體是有一些傷害的 好那所以我們透過事先的一個調查 去跟消費者知道說 這個房子它目前是不是有被原子能委員會所列管 或者過去曾經有一些相關的機構檢視出 這個房子曾經有輻射屋 那我們會直接清楚在我們的不動產書面書裡面做標誌 這一間其實是沒有的 好那消費者就可以加速 一樣它購買上的一個決策 但不論是兇宅還是輻射屋 就像協定說的 因為我們一般人都是沒有辦法去從肉眼去做判斷 所以能夠有這樣的認證 確實對消費者來說是有很大的幫助 不過再來是 永慶這邊還提供了就是非短期交易的認證 但因為我的認知是 並不是所有短期交易的案件都不好 那為什麼會特別有這項標章呢 了解 好我想確實短期交易 不代表這房子是有問題的 那短期交易常常發生的就是 我們去想為什麼一個正常的消費者在買的房子 不管是幼幼或是我 為什麼買之後短期要拿出來賣 那市場院還是有相當多的交易 是來自於可能是投機客 可能跟一些房仲他取得一個低價 想要短期的一個獲利 為什麼上一所房子他會取得 假設他買到是行情1000 他買到800萬 什麼情況下會能夠取得短 取得這麼低價的房子 一種可能是屋主 賣便宜了 對他急壽 時間壓一批趕快脫手掉 那第二個可能是房子 是不是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問題 所以才取得這樣的一個低價 曾經就有發生過 房子是因為長期漏水沒辦法修復 所以才會被低價出售 但是投機客買之後呢 他漏水也沒修復 因為可能一些鄰居的問題 或是一些維修成本的問題 他用一些遮蔽的方式 甚至接了什麼水盤 對消費者真的買盡子的時候才發現 在飄飄亮亮的裝潢背後 其實是有一些這個房屋的瑕疵 所以我想短期交易要提醒消費者的是 其實短期的交易的房子 消費者有權利跟房仲去要求提出 這個房子的上一手的取得價格是多少 好那我這邊也強調一下 其實不是說其他案子都不用注意 或是說短期的買賣的房子一定有問題 而是永慶希望透過我們這樣的認證 來提醒消費者 明白我們現在這個案子 他不是投機客持有的 相對你的交易風險就比較低 我想這是一個 那剛剛提到說短期交易 我們這邊也提供了數據 給消費者做個參考 那根據財政部的統計 我們在2023年的短期交易買賣的件數 兩年內 兩年內就算短期移轉的比例 其實還高達了19.9 將近兩成的部分 蠻多的 其實蠻多的 所以等於是每五件 就會有一戶是短期交易的 也因為有這麼高的頻率 所以才特別提出這樣的認證 來提醒消費者 這真的蠻重要 那再來最後一個是不限屋齡的漏水保固認證 我覺得這個其實我相當感興趣 因為身為一個基隆人 基隆的房子好像蠻常遇到漏水的狀況 我有一個朋友 他自己就是在基隆買了一間房子 然後就真的就是買完之後才發現漏水 然後多搞了快半年 就是才搬進去租這樣子 那想要請協力分享一下 這樣的認證對消費者增加哪些保障呢 好我想前面先講一個 對啊我們常聽一些長輩在講 尤其是買中古屋 其實漏水就最常碰到 新城屋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全新的嘛 加上建商的保固 那中古屋因為屋寧的關係 像台灣本來的氣候就比較多 所以有一句這個長輩常講說 這個做漏水的怕地少嘛對不對 然後做漏水的怕地少 就是漏水它不是大問題 但是它處理起來就是非常的礦日費時 對 而且它能不能根治 這就需要有經驗的資料 對沒錯沒錯 那我想漏水的狀況我們先講 漏水其實大致上就分成幾種類型 而一種是別人漏我們家 一種是我們漏到別人家 那第三種就是我們家自己漏 那自己漏好處理 通常就是什麼窗台啦 或者是這個邊間啦 可能一些南宮台語說這個 紅桃壁啦 通常會對 容易有這些滲水 就自己可以處理 但是如果別人漏我們 或我們漏人家 這個就比較麻煩 那這個過程中處理起來 不困難 就是剛剛講的曠日費時這件事情 但是影響了什麼 影響你入住的時間 如果你入住了才發生 你住在裡面又要修繩 這也是一個大工程 那造成漏水狀況也不太一定 那比較常發現的就是管線的一個破裂 那從管內滲出的這個水器 它兩種不管是給水管的漏水 或者是排水管漏水 其實都算是這種類型最常見的 那處理起來就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那也因為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也讓消費者在交屋之後 能夠獲得一個保障 所以我們也提供了 在交屋後的六個月內 它在主線屋的漏水區域裡面 我們提供了最高有30萬的一個 修繕的一個保障 而且我們是不限屋寧這樣的一個保固 那我們在目前業界也有提出 類似的一個保固 但是我們是最早提出就是不限屋寧 因為台北市跟新北市的這個區域裡面 其實高屋寧的房子也不少 那我們依照這個內政部在2023年的統計 台北市的屋寧超過30年以上 就高達了有7成 那新北市的部分有將近5成 所以其實你在買10戶裡面 可能就有7戶的中古屋 其實屋寧是比較高的 那消費者也會有這樣的一個擔心 那所以我們提供了不限屋寧的保固 就是真正的漏水保固 那因為沒有屋寧限制 你買到任何的屋寧 我們都可以提供這樣的一個保障 讓消費者在真的如果有發生了之後 第一個財務上面 他可以獲得一個這樣的一個支持 讓消費者能夠更放心 那所以這邊也提醒消費者 如果說在進行房仲 在交易中古的時候也可以多加比較 看哪些房仲有提供這樣的一個漏水保固 這樣在你真的不小心發生之後 至少在第一時間能夠獲得相當的一個協助 但是協力 因為一般實務上我們在交易的時候 不是所有的消費者都是透過永慶去做交易嗎 那如果我們透過其他的房仲交易的話 你會怎麼建議消費者去加強這方面的安全性呢 OK 好 我想剛剛我們前面提到這四個項目 其實就是中古無常見 也是消費者非常在意的 不管看得到的或看不到的 那我覺得 當然最好是跟永慶來進行交易 你就可以省掉這些時間了 那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在過程中 消費者自己的權益還是自己要做保障 那可以藉由我們自己的這個誠實安心認證的項目 來去對應你現在有興趣的這個標的 來去做一個了解 好 那如果不是經由永慶房屋來進行這個買屋的話 也可以其實藉由我們剛剛提到的誠實安心認證的內容 來當做一個檢視一個重點跟標準 那第一個針對這個是不是短期交易這件事情 我想可以請房仲提供上一手的一個資料 當然自己也可以在實價登入 因為現在門牌已經完全揭露了 對 你可以從門牌就可以知道這個房子 是什麼時候進行交易跟多少價格 那第二個針對看不到的輻射物這件事情 其實確實是存在 但是在目前台灣在原子能委員會的整個列管上面 其實也相當的完整 那可以去做一個查詢 那如果還有擔心 就是自己可以自費去請這個相關單位來做個檢查 這個費用沒有很高 就幾千塊而已 那第三個就針對兇宅的部分 當然如果仲介選擇不告知 你就沒有辦法知道 但是可以怎麼樣去彌補這個地方 就是自己在事後可以針對附近的鄰居 或是管理員去做一些打聽 甚至里長都可以去做個詢問 大家可以進一步的調查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針對漏水的部分這件事情 第一個當然在看霧的時候 就可以進一步的去做個檢視 如果是全新裝修的可以看一下 通常比較會有水源的地方 大概就是陽台 廚房 浴室 大概這些地方 看有沒有特別被一些可能板材 或做一些遮蔽 第二個就是在天花板 天花板大概也是在浴室廚房這種地方 你可以如果它有檢修孔 可以看一下裡面有沒有被安置了水盤 或是現況就是有漏水的狀況 這些可以在看霧的第一時間 就進一步做個了解 那當然也可以就是選擇 有提供漏水保固的房仲 這是最有保障的一個部分 其實那我想請教你 因為自從永信就是推出成型安心認證之後 已經也一段時間了嘛 消費者的反應是怎麼樣的 非常好 因為它我們提供這些保障都相當的直觀 因為我們會直接在所有的說明書 以及在提供的房屋的銷售資料表裡面 都直接呈現了 所以這個房子是不是短期交易 然後有沒有適用落水保固 跟是不是兇宅跟輻射這些都寫得很清楚 所以消費者覺得說 這樣會讓它這些重大疑慮 第一時間其實就可以解決 就可以去決定喜不喜歡 跟價格上應該怎麼進行談價 我覺得其實剛剛有就是協力提供的 就是講說永信有提供的那些保障 我覺得這些資訊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剛剛我們有聊到嘛 這些資訊雖然消費者可以自己上網查 或是多放檢查跟詢問 但如果中介可以主動提供的話 那是更好的 因為畢竟買房小白可能做的功課 不會那麼的齊全這樣子 那我覺得其實回歸到交易這件事情 我覺得中介的工作真的不是只有媒合而已 它還要促成一個有安全感的交易 才可以幫助消費者就是真的是成家的概念這樣子 那我覺得今天很開心協力來幫我們分享這些認證 然後也希望台灣的房地產交易能夠更升級啦 那今天呢就謝謝協力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